随着美国和伊朗近期关系日趋紧张 两国军队都在调兵潜降 排兵布阵 相对于美国海军航母、船物登陆舰、导弹驱逐舰这样的大舰队 伊朗手中能够选择的武器装备并不多 除了大家都熟悉的弹道导弹外 最主要的反舰导弹发射平台 其实是伊朗空军的战斗机 相对于海军舰艇 空军战机具有更好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以必快速出击 更能发挥携带的反舰导弹的威力 最近 伊朗空军公布了自己F-4E鬼怪重型战斗机 携带反舰导弹的画面 有意思的是这种反舰导弹 居然和中国的鹰机系列反舰导弹非常像 具体说几乎是中国飞爆战斗轰炸机携带的KD-88空射反舰导弹的克隆版 F-4E鬼怪战斗机 是一种相对较老的第二代重型战斗机 伊朗霸裂为王朝时期 向美国订购了大批这种战斗机 在现代化空战中 鬼怪战斗机已经难以再续辉煌 面对美军的第三代 四代战斗机 鬼怪战斗机的生存性很受怀疑 但是 不得不说的是 鬼怪战斗机的设计 仍然是非常优秀的 该机巨大的载弹量 使得其在美国空军服役时 就经常被用作对地攻击的轰炸机来用 因此 伊朗也充分挖掘鬼怪战斗机 在这方面的优势 将其与中国产反舰导弹结合在一起 打造一种超音速空中反舰导弹发射平台 伊朗人的思路很简单 就是为鬼怪战斗机 携带仿制版的卡德尔反舰导弹 也就是中国的C-802反舰导弹 一架F-4E战斗机 可以携带四枚 可以封锁狭窄的霍尔木兹海峡 打击美国舰艇 霍尔木兹海峡是连线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海峡 亦是唯一一个进入波斯湾的水道 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 同时这也是海湾地区石油 输往世界各地的唯一海上通道 被誉为西方的海上生命线 因此 伊朗空军战机装备反舰导弹后 将更加有效地封锁海峡 恶住西方的喉咙 这种改装思想的产物 就是F-4E反舰导弹发射战机 据外电猜测 伊朗的F-4E已经装上了类似尖8F战斗机的电子装置 意味着它具备了三代机水平的雷达电子系统 能够携带C-802等空射反舰导弹 对海作战能力和我们的尖轰西战斗轰炸机一样 这既让老装备再次发挥作用 同时也可以弥补伊朗反舰导弹发射车机动性不足的问题 由于C-802反舰导弹拥有上百公里的射程 可以在伊朗领空内对海峡进行发射 彻底封锁海峡 而同时战机本身又能够获得F-14战斗机和地空导弹的掩护 具有更好的生存性 想要消灭武装到牙齿的美国航母战斗群 光靠一两种武器是不可靠的 我们熟悉的伊朗反舰弹道导弹 虽然威力巨大 但也具有容易被美国宙斯顿防空系统拦截的问题 因此如果再搭配上携带反舰导弹的战斗机 则可以发挥弹道导弹和巡航方式飞行的反舰导弹的优点 从不同高度不同方向向航母战斗群发起饱和射攻击 当然要实现这个反航母作战体系 伊朗空军的F-4E鬼怪战斗机就必须舍命拼搏 甚至需要自杀精神 获胜的关键是出其不易 而如果美国海军和空军展示强大的电子战能力 并出动隐身战斗机的话 这些二代三代战斗机就有可能很难在空战中存活 所以要将战争的主动权和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中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以美国航母为唯一目标 孤注一掷使用多种反舰力量 伤到航母就是胜利 而狭窄的波斯湾 或许能够为伊朗提供这个机会 大家认为 这个仗会怎么打呢 感谢观看